成稿刚马26岁就成为中科大的教授 他自小就对数字很敏感之后一路跳级 14岁考进中科大少年班 18岁拿全顿奖学金读博 26岁共科富威分几何领域世界难题 不只解除了这方程和厄米特杨振林明尔斯方程 还在后者和凯勒阿因斯坦方程之间建立起联系 这一研究成果让阿因斯坦和杨振林两个巨人 实现了跨越百年的对话 成稿可以说是世界数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更可贵的是他放弃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工作 回到母校教书 试问有多少留学的人才能做到他这样呢 十天建起一座医院可能吗 2020年疫情肆虐 由中间三局牵头各单位立下军令状 是要完成一项重任 十天内建一座可容纳一千张病床的医院 火神山医院 一个外国主持人打去说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1月23日晚十点连夜进行敞评回天 1月24日凌晨一点 设计师让图纸送到建筑部门手里 1月24日早八点 上买台挖掘机从四面八方集结完毕 一声令下正式开建 为保证进度才去两半导致 24小时不间断施工 连除夕夜 施工现场依旧灯火通明 群众各地各有上千万人 通过直播进行云监工 火神山的一砖一瓦 在全民期盼下迅速成行 至今天火神山挂海湾工 说十天就十天 火神来袭 中国加油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堂王忠义 将中国面素与西式翻糖相结合 做出绝美千古佳人 为达到逼真效果 他自制糖料 将衣服做得薄如产衣 引引透出肌肤的光泽 从体型神态到装发服饰 每个细节他都反复雕琢 正是这份匠心精神 让他首战国际蛋糕大赛 就拿下五个大奖 成为第一个拿走最高奖的中国人 领奖时 来自世界各地的蛋糕师 都起身为他鼓掌 主持人问他 Where have you come from 来的 中国天网 是全球独一如二的超级工程 1.76一台摄像头 构成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络 可以收视守护大家的眼睛 他能看到百米外的广告牌 甚至能识别行人的性别 年龄和衣着 并将人脸与数据互匹配 每秒进行三十亿次比对 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 英国BBC记者做了一次实验 七分钟就被警方锁定并抓获 自天网启动以来 我国严重暴力犯罪案 五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